了解手机真实价不做伤害的大人种 大家好我是小杨 一个在黄小北开公司做二手机的箱里边 因为iPhone15即将发布 导致黄小北这三款iPhone的价格 已经跌至历史新低 第一款苹果12 作为苹果系列第一款A14 5G的手机 旗舰的直角边关设计看上去非常高端 而且这款手机对于喜欢拍照的小姐姐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当年发射价高达6000 目前在这张家有所小量低至1899就能入手 第二款颜值超过了iPhone11 当年的发射价也要5699 但是在想要这1499就可以拿下小量橙色 A13处理器弧形边框设计 还有多种配色可选 就这超高的性价比 以及它不错的使用体验 如果它不是真相机还有谁是 至于第三款大三眼的旗舰11 Pro Max 当年的万元旗舰 如今在想要这最低1899就能搞定 一款综合配置性能拉满的旗舰机型 6.5英寸加上弧形边框过渡 在PM上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手感 而且配上这个价格很难让人不爱吧 目前按照市场的这个行情 现在入手是最佳时期 因为每年的星期只要一发布 市场必然迎来一波涨价潮 等到下一波淡季又得去到11月份 与其晚卖想折扣 还不如早买早享受 及时行乐才是真的 出现了 都差不去到11月份